84.聯合部 金控勸商究竟國泰證上半年輪貫 2015年7月22日財經新信 其 勸商公布6月單月及上半年營收 國泰金2882期下子公司國泰證券 6月稅前淨利1.3億元,稅後淨利1.1億元, 創成立以來單月獲利新高,累計上半年稅前淨利為4.04億元, 稅後淨利3.58億元,較去年同期成長將近六成, 整體獲利以超越去年全年水準,同時以 Waps 0.76元與年化股東報酬率Rail 11.31 榮登金控勸商商冠王, 並連續兩季蟬聯金控勸商Rail第一名, 為上半年營運繳出兩例成績單。 國泰證券通路事業處副總企發言人陳進聲表示, 國泰證6月得論在分公司經紀市佔率、 融資市佔率及服委託交易量等各方面, 皆創下成立以來單月新高紀錄。 根據證交所資料指出,今年1至6月台股大盤入均 兩為1,216億,較去年同期1,213億元, 微幅下降5.1%。 國泰證券經紀業績逆勢增長, 今年上半年經紀市佔率上升至1.69%, 較去年同期1.44%,成長17.4%。 受惠國人對海外投資商品需求激增, 國泰證券今年前6月復委託金額也達到821億元, 較去年同期322億元相較, 大幅成長155%, 穩居本土券商第二名。 同時,國泰證券今年2月宣布經董事會決議通過, 將以現金收購弘遠證 香港,分公司,入前已將此案送交香港證監會審查, 核可後即可正式更名營運, 隨著數位金融議題持續發酵, 國泰證在數位證券服務奪得先機, 加上經紀市佔率的成長助攻, 今年上半年電子交易市佔率為2.14%, 較去年同期成長31%。 表現兩例,國泰證除了推出國泰樹精靈電子漢盤交易院看, 股票抽籤更創國內勸商先例, 可為投資人主動收集新股新購相關資訊, 並榮獲數位時代2015商務創新獎優勝肯定。 7月31日前,下載股票抽籤的客戶, 可參加Apple Watch Sport抽獎。 金融商品研發方面, 國泰證券今年上半年權證發行及流通檔數 分別為530檔與596檔, 分別較去年的250檔與294檔, 排名亦雙雙前進二名, 成為本土第十大發行權證的券商。 在資本市場業務方面, 累計今年上半年國泰證券 與Spring 掛牌數為8件, 目前排名本土券商第五名, 宋建數共6件, 成小金額為22.2億元。